嗨,小朋友们,大家好 今天,夜宿妈妈要带来的绘本故事呢是 小红帽来了 小朋友们可能听过许多关于小红帽的版本 今天又是一个新的版本哟 小白兔蹦蹦跳 跳上小山坡 山坡下有间小房屋 屋里住着一个老婆婆 老婆婆姓孩 大家叫她海婆婆 风儿轻轻吹 吹动窗帘部 窗帘部飘啊飘 好像在跳舞 海婆婆泡了杯茶 翻开梳 享受着安静舒适的下午 狗儿嗡嗡叫 吓人一大跳 海婆婆刚要做梦 就被一阵狗叫声吵醒 她才睁开一只眼睛 又听见砰砰的枪声 海婆婆听见枪声 心里很不安 她站在窗前 往外看了看 啊 她看到一只母狼和一只小狼躲在墙边 母狼动也不动 大概被枪打中 海婆婆跑出来 发现母狼已经没命 她想都没想 抱起小狼闪进屋 把门紧紧关上 猎人敲敲门 海婆婆紧张万分 她走到门前 顺手拿起扫把 门一开 没等猎人说话 海婆婆就指着她的鼻子骂 好啊 又是你 上次你的狗踩烂我的花 我还没找你算账呢 你现在又来干嘛 猎人斜眼往屋里瞄了一下 直直狗的鼻子正要说话 海婆婆想着说 快把你的狗带走 它要再弄坏我的东西 你可赔不起 等猎人离开 海婆婆拿出一碗牛奶 小狼看海婆婆一眼 慢慢走到牛奶边 先喝一口 然后喝第二口 第三口 时间悄悄走 一刻不停留 海婆婆给小狼起个名字 叫毛头 毛头很聪明 海婆婆叫她 她会答应 海婆婆跟她说话 她会乖乖听 早上 毛头陪海婆婆散步 下午 毛头陪好婆婆看书 到了晚上 睡觉前 海婆婆还会讲故事 给毛头听 毛头总是竖起耳朵 睁大眼睛 安安静静地听 在海婆婆的照顾下 毛头一天天长大 一天早晨 海婆婆打开门 看见毛头嘴里 叼着一封信 海婆婆眯眯眼 看着信 轻轻念 亲爱的外婆 我好想你 妈妈答应我 让我暑假来陪你 妈妈说 等她把车票买好 会写信告诉你 爱你的小红帽 念完信 海婆婆眼睛笑成一条线 嘴巴弯弯 好像半个圆圈 她把信贴在胸前 高兴地说 小红帽要来了 毛头摇摇摇 看着海婆婆 她想知道 海婆婆在说什么 海婆婆对毛头说 你猜 小红帽是谁 她是我的心肝宝贝 我可爱的外孙女 在我心里没人能跟她比 茬儿吱吱叫 夏天又来到 海婆婆每天一起床 就先去开信箱 一看信箱空空的 她就满脸失望 平常没事就把小红帽的信拿来念 一天至少念三遍 要不然就坐在窗前打毛线 还问毛头 你猜我在打什么 哼 管你打什么 又不是给我的 有一天下午 海婆婆终于忍不住 她对毛头说 不晓得邮局在搞什么鬼 到现在还不把信送来 要是小红帽来了 在车站看不到我 怎么办 我要去镇上的邮局看看 你要乖乖看家 海婆婆出门后 过了好久 毛头突然闻到一股气味 一定是人的气味 不过不知道是谁 小红帽来了 毛头寻着气味跑出去 看见一个穿着红衣 戴着红帽的小女孩 正朝她的家走来 小红帽来了 我不让她来 我要把桥砍断 让她被水冲走 永远不见面 小红帽来了 我不让她来 我要把路牌转作方向 让她走进黑森林 永远见不到阳光 毛头动动脑 想出一招 我来假装成婆婆 吓跑小红帽 小红帽来了 她悄悄门 屋里好像门人在 奇怪 她把门推开 外婆不在吗 忽然 她听到 有人在房里 哀了一声 小红帽走进卧房 里面好暗 看见外婆 躺在床上 只露出脸 可是 眼睛 鼻子 嘴巴 都变了一样 毛头挥挥手 装出海婆婆的声音说 外婆得了怪病 小红帽 你快回去 小心被传染 毛头想 她的尖爪 一定能把小红帽吓跑 可是 小红帽没说一句话 好像一点也不害怕 毛头把嘴张大 露出大尖牙 说 你乖乖听话 快回你的家 要不然 会被我吃掉 小红帽 看着她 还是没说话 哗的一声 毛头从床上跳起 扑向小红帽 糟糕 我不该跳这么高 毛头还来不及多想 已经感觉到地上的冰凉 毛头痛得哼哼叫 她不能动 一动就痛 不动也痛 这时候 海婆婆回来了 小红帽 指着毛头说 外婆 她 她跌倒 海婆婆 正在担心毛头 忽然 一个念头闪过 她看着小红帽 好像 有电流通过心头 她用 发抖的声音说 小红帽 我心爱的宝贝 太好了 你能说话了 原来 小红帽出生后 从来没说过话 不知道 得了什么怪病 也没有一声 能够治好她 每次来外婆家 海婆婆 都会到车站接她 没想到 妈妈的信 没寄到 海婆婆 不知道 小红帽 今天会来 小红帽 在车站 等不到海婆婆 就自己走来 没想到 她被毛头一下 居然 就能说话 海婆婆 扶起毛头 替她 包好伤口 从此以后 小红帽 和毛头 成了最好的朋友 有这样的奇迹 是不是 最好的结局 们 费用 小红帽